大家好 今天是4月7日 星期四 昨晚美股連續兩天大幅下跌 今天港股跟隨 開始恆生指數跌170點 國際指數跌65點 科技指數跌68點 科技指數0跌 騰訊跌1.42%指數跌18點 美團跌1.68%指數跌17點 阿里巴巴跌1.1%指數跌16點 匯豐跌0.75%指數跌16點 新澳能源跌5%指數最大的藍籌 A股開始跌2點 開始之後港股又跌錢升 因為科技股反大 美團升2.8%指數升28點 騰訊和阿里巴巴等指數收窄 比例升3.25%指數最大的藍籌 零次數升9點 恆生指數最高升到22237 升157點 但高位有股壓權重股下跌 拖累港股跌成200幾點 主因就是因為A股又升轉跌 今天港股跟隨 有名生物跌6.3%指數跌30點 阿里巴巴跌1.6%領次數跌23點 平保跌2.3%領次數跌17點 創科跌3.9%領次數跌13點 斯摩爾首季營利跌55% 跌5.6% 消費股下跌8位 阿泰跌5.4% 海德魯跌5.1% 華然比州跌2.7% 和柏醫藥授權英國大藥廠 還有阿斯利康生產乙臟癌的藥 估價升29% 但是開拓藥源跌14% 康興樂跌7.4% 歌禮跌6.2% 三葉草生物跌5.5% A股上座收市跌32點 恒生指數上座收市跌289點 國基指數跌111點 科技指數跌97點 成交650億元 下週變化不大 港股跌近300點 都是權重股跌 好像若名生物阿里巴巴 平保騰訊等下跌 消費股也下跌 再加上科技股下跌 曼國數據跌7% 名義運跌6% 快售跌4.8% 比利別月跌4% 手機設備股都下跌 水晶跌3.7% 信譽跌2.5% A股收市跌46點 恒生指數收市跌271點 國基指數跌113點 科技指數跌113點 成交1,173億元 港股跟隨外圍下跌 下跌 谢谢大家